同意吧 對啊 那你知道嗎 我去了成都 要機場要坐飛機嗎 要到西安 他們在機場設備設施 那個推車多先進啊 這個手機啊 放著 免費Wi-Fi 那推車有一個觸控式螢幕 你要坐哪個航班 輸入進去 機票 掃一下 他就 那個車子就跟著指標走 跟你講 去哪邊逛哪邊吃 到了燈機口 你還有多少時間 我去新加坡那麼多堂 新加坡也沒這個設備啊 那美國更落口 對啊 美國更落口 北京、上海、廣州 竟然在四川耶 老師成都的環保 在我20年前去就已經是做到非常棒 那四川那時候我第一次去是 2003年吧 他辦的第一個中國成都美食節 我那時候就在那邊 好豐富喔 結果當地的光局朋友 請我吃什麼 就像我們在台灣喜歡吃東山丫頭 到了四川吃什麼 標準答案 兔頭 一個四塊 三個十塊 老闆 來三個 哦 你扁得下嗎 有幾種口味 有六種口味 麻辣 五香 微辣 原味 花生 咖哩 哇 他這套怎麼沒吃 我說 我說 我參考就好了 既來吃 則安吃 則吃吃 哎呀 我佩陀佛 真的 我真的 我到現在還是不難 但是 我說我先放著 結果還是不難吃 但是 你看台灣吃 東山丫頭很OK對不對 但是 我後來 就大概了解 這樣子一些 內地的一些文化 有一次呢 我走私路 我走到蘭州 蘭州的特產吃 妹 我當年 因為他那時候 他們 蘭州的朋友來到台灣 都是我接待的 我後來 來了兩次 那我這次說 我要過去 他就熱情招待 那個還好 他說最尊貴的是吃羊的什麼 吃羊眼睫 吃羊眼睫 你是尊貴 就是一定要吃 你是我朋友 這是代表尊貴吃 我說我新疆 西藏去那麼多次 羊肉有吃 但是還沒有到吃 就扮著強迫指著 好啊 那就眼睛閉起來 一嫩 但是還是講會吉利哥的 這台灣民眾夜市 有沒有人在賣 我們有沒有吃羊 有啊 但是那個排出來 他們叫羊渣他 因為很多都是回民 在賣的 他是衛生理倡心 但是這個是給尊貴的 好朋友 超級貴名 才有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每次去 他說 我們第一個還是先吃 羊眼睛對不對 對 我們之後才在你 他每次到 他就希望到 拉麵 但是他的拉麵味道 我覺得沒有 新疆的拉麵好吃 對 但是其實各有特色 因為不同的 也 台灣也那麼多商家 都是類似這樣子 然後 你看一下 再回到這邊 四川 四川這麼大 八千萬大億的人口 我現在還有一個目標 還沒去 那最近有幾個朋友問我要不要去 靠近哪裡 那個雲南 這邊 叫梁山 然後還有八瓜 甘子 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做 道成雅丁 有聽過嗎 有 有人有沒有聽過 在這邊 我媽媽去過 他說那條路真的很苦 很苦 沒東西吃 然後那個 跟大陸團相碰的時候 東西都敞光光 所以你知道 陳老師為什麼 都走一些很特殊的路線 但是 年輕人吧 沒有啊 我媽媽 我媽七十八耶 他們登山隊的 但是他說風景 沒話說吧 是沒話說 但是從頭到尾 身體狀況要很高 對 身體不好的話 就是你要走長程線 你自己先把身體養好 因為他那個 道成雅丁那條路很高 所以他的心肺空間 我大概跟你講一下在哪裡 飛機 飛機也是飛到成都 然後就開始 可以玩到哪裡 有沒有看到 這是什麼省 雲南 貴州 雲南 貴州在這裡 最近幾個新聞還出來 貴州的茅台 那個市值還高過於鴻海 有沒有 但是我們剛才講 是從這邊 然後這邊叫道成雅丁 在這邊 然後一直繞到這邊 那到盤之花 然後到雲南 這邊有一個叫麗家 有沒有看到這裡 對 麗家 對麗家 鱸菇湖在這裡 鱸菇湖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貢嘎山 海螺溝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道成雅丁 就在這邊 所以 會從 到了 可以繞到雅 這邊繞到這邊 繞到這邊 繞到這邊 然後走 離他 還是四孤鳥山 對 然後到 這個是道成 這是雅丁 四孤鳥山在這邊 然後再繞到 再繞到魯菇湖 然後再走山路 再繞到麗江 從麗江再飛回來 哇 好巧不巧 我排得起來 原本要去 我們直飛的麗江 說取消 哇 就是復興的 哇 那從麗江 還在拉車 還在拉四個小時到昆明 哇 太辛苦了 因為這條路我常走 從麗江到昆明 我常走 後來就是你 我是要走這條橘色的 看到沒有 這邊就是西站 可是老師 你有經過中殿嗎 有啊 有啊 他會經過 他目前安排 會如果像走這邊 道成雅丁大概都走十二天的部分 那就是很原始很原始的部分 這是 這是我 喜歡 一些特殊 但是 你的條件 身體健康 還有包括你的 特別要準備好 不然很辛苦 老師我去中殿 就得到高三種 然後還好我們的領隊 那個答應 過落之旅的主持人 答應 把他的高三種藥都吃 不然的話我真的會掛 好幾個老師都中高三種 對啊 那你身體不舒服 我剛剛這 頭痛 心腳痛 然後會影響到肺水腫 那影響到腦水腫 那真的是 那你再等一下 去檢查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頭暈 還有 我們會帶一個叫做 那個 那個血 那個含氧量的 那個機器 你的平均如果是落在 血紅素的含氧量 正常是在八十以上 你對於八十以下 尤其到七十 就是一個問號 那六十幾 等到六十五以下 就是要 可能要去打針了 後來我才知道說 什麼紅幾天那些 都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 紅幾天是要出發前 就要先吃 但是後來我才知道說 要去跟醫生 那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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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過去啊 那他們說 那個陳老師 你對 你會不會高三陣 我又不是超人 我又不是超人 多少都會有 那我怎麼 我自己會後來 我自己會帶普拿疼 而且普拿疼 現在推一個叫加強版 可是我吃的沒有 還分兩種 對 一般的沒有 你要是加強定的 那個藥效比較強 那有些人到 到那個 醫院 他說就像西藏 我講的 我去西藏 我要去比較高 海拔的地方 然後 不太接你去 真的一定要去 我醫生的願望 就是要去那邊 醫生他就會開 藍色小藥王給你 會啊 吃了就好舒服 那如果比較 在中微一點的話 他會叫一個叫丹木師 這兩種的部分 他會可以開給你的部分 好 那你看一下 整個剛剛有講到 整個四川 那我們就到 樂山 然後到鵝北山 到這邊的部分 我一個朋友還住在乙滌 乙滌 那也是很有特色 那這個主觀就是 講的就是重慶 他是整個中國 市大直轄市的最難的部分 從北京 天津 上海 再來就是重慶 那我們在下禮拜 我會介紹郵輪的重點 要從重慶開始 對 現在一直講到那個 武漢 整個湖北的部分 那再來是整個 你看一下 在整個四川的東北部 這邊地方還有劍門蜀道 他張眾很多的主旨 在整個俗道最多大 還有很多就是 在大熊貓基地 四谷兩山的這邊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但是東北部這邊 也是非常值得開發的地方 東北 東北山是甚麼地方 不是不是 四川的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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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玩的 他們都是中西 對 因為有些地方都知道 成都 然後都江堰 樂山道 然後台灣民眾去四川 百分之八十會去 酒栽溝 然後跟黃龍 然後就玩拔田 他成都這樣回來 但是 現在游得又到這邊 現在真的要走深度 走到這邊來 但是路況會比較好 條件 飲食 住宿環境會比較差 所以 如果你要很光鮮亮麗的 你就選大城市 你不要去自己虐待自己 但是你有想得到不一樣的 常走的 我就會想要走那邊 一部分 好 那 二妹山的辛苦 我們到那邊 好天氣三下 但是到了一半的時候 刮風 下雨 起大霧 路上 都還結冰 哇 怎麼辦 到那邊 導遊說 那很冷 所以衣服還要搭 大家都有帶 下雨 結冰 那怎麼辦 走一步就滑兩步 那還得了 但有些出家 因為比如年紀又比較大的 然後 又滑 還要我出發前 跟他講一定要穿比較好的 結果我請他們穿什麼 穿比較厚的 但是 還是不行 那滑 怎麼辦 後來我就跟朋友講 那邊有在租丁鞋 丁鞋套 我說那這樣子 我們有兩個方法 要跟我一起步行上去 而美山的經頂 穿丁鞋套 費用我來cover 安全第一 因為 安全是不可以打折的 那如果你 你覺得你還要 不想走那麼辛苦 還有一個方法 我說 教夫啊 從這個地方到經頂 做你的教職多少錢 兩百三十塊 兩百三十塊 單程 那就不會還了 因為他教職那個挑夫的話 很厲害 那就有四個人 就做教職 其他我們就慢慢慢慢走 對 然後後來就 那丁鞋套 一個就是二十塊的領幣 租了 然後 後來我說不用還了 我們可能還會去五台山 因為遇到夏大學 我說那押金 我再買下來 這個就是全程 大家在帶著 後來 路上等一下怎麼走 等一下給你看 但是呢 全程這樣走得好辛苦 散散容易 下山難道 但是你知道 我們這一條好特別喔 走到經頂的時候 大放光 陽光普照 我是覺得奇怪 哎呀 陳菩薩感謝你 你看我們安全要上來 陽光普照 都是你帶的 我說沒有 是大家要記住 但是我出發前 我會去拜拜 這倒是真的 然後他說 哇 你這有慈祥光 然後到那邊 大雄寶殿 他幫我們祈福這樣 我們就 就很快樂到經頂 對 但是下來 我又開始用毛毛的 你知道嗎 山山容易嘛 你下山一滑倒 一跌倒 輕折骨折 嚴重就要受醫了耶 台灣有一個 台塑集團 台泥的董事長 顧承宇 走個樓梯滑一跤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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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